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二十几章,合并财务报表 那这一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考试的时候那是经常出答题 第一节是合并范围的确定 合并范围是以控制为基础 控制是说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便汇报 运用权利影响汇报金额 是控制的概念 那权利是实质性权利 保护性权利不算数 实质性权利主要就是体现在表决权 比如说半数以上 章程规定可以控制或者三分之二以上 但是说如果没有达到半数 比如说40% 剩下的股份非常的分散 那实际上40%也可以达到控制的 还有的是靠合同安排 比如像结果化主体 它不是通过表决权的方式 参与被投资方相关活动而享有可便汇报 相关活动 是指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你不是什么都算数 一定对着回报产生重大影响才算数的 可便汇报 会随着被投资方业交变动的 那把它视为可便汇报 那比如说典型的股权投资 按照持股比例得到汇报 那一定是可便汇报 运用权利影响回报金额 权利是主要责任人的 不是代理人的 那代理人是代表主要责任人在行使 对于合并范围里面有豁免 就是针对于投资性主体 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 将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为它提供服务的进行合并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呢 都是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 请其变动进入当期水平的金融资产核算 投资性主体的母公司本身要不是投资性主体 那就都合并 那应当将其控制的全部主体 包括那些通过投资性主体 所间接控制的主体 都要纳入合并范围 我们看21年的单选题 母公司为制造业企业 妻子公司乙公司是一家投资性主体 乙公司控制丙公司和丁公司 其中 丙公司专门为乙公司 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了一个项会计处理表述中正确的事 A 乙公司对丙公司的投资 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么 丙公司专门为乙公司 投资提供服务 那实际上来说应该是要把它纳入合并范围的 就是为投资性主体提供服务的 要纳入合并范围 把它并不是按照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核算 那我们看B 乙公司应将丁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那对于丁公司来讲 是乙公司控制丁 但是乙公司是一家投资性主体 丁呢 又没有给乙提供服务 所以丁应该是要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C 甲公司应将乙公司 丙公司和丁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因为甲它是制造业企业 它控制的是子公司乙公司 乙公司又控制丁丁 那所以甲呢 应该把它都纳入到合并范围 那D 乙公司对丁公司的投资 可以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进入其他损益收益金融资产 这不可以指定 就只能是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进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核算 那所以这个题目C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18年的多选题 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 投资方应当具备的要素有 A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那这肯定是控制的要素呗 那B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而享有可变回报 那也是属于具备的要素吗 C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影响去回报金额 当然也有这一项 D参与被投资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这是重大影响的概念 不是控制的概念 因此ABC正确 第二节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原则 前期准备事项及程序 其实我们主要关注的 要统一母子公司会计政策这件事情 我们看19年的单选题 甲公司某8年6月 购入境外乙公司60%股权 并能够控制乙公司 甲公司在编制某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 为是乙公司的会计政策与甲公司保持一致 对乙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 那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会计政策调整的事 A按照公立年度统一会计年度 这实际上是报表的一些编制 要将子公司的年度统一到母公司一致 那这种情况呢 当然也是属于会计政策 虽然说统一会计期间 但实际上是与报告有关的 那属于会计政策 B呢将固定资产折旧发法 由年限平均法调整为双位余额递减法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改变 那这个是属于会计估计 所以它不属于会计政策 因为说不属于会计政策调整的 那就是B C将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 由先进先出法调整为移动加权平均法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改变 是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那无形资产贪销方法改变也是估计变更 但是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改变 它不是说对资产定期消耗金额调整的事情 它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D 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成本模式调整为供应价值模式 那这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所以B是正确的选项 第三节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第一个问题 同意控制下取得子公司合并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这我们在企业合并那一部分的谈过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呢是直接投资 及同意控制下取得子公司合并日后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那其实合并日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合并资产负债表上少数股东权益的确定 合并利润表上少数股东损益的计算 那下面我们看 说S公司原股东要持有S公司80%的股份 S公司有资产200 负债是100 所有者权益是100 现在P公司向S公司原股东付款付了80万 得到了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80%的股权 那P公司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把付出对价要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借房长期股权投资80代银行付款80 所以我们看到长期股权投资 它代表的是被投资单位净资产的份额 那合并报表的时候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要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因为我们知道在合并报告主体 真正的所有者 那是P公司投资者和少数股东投资者 P公司投资者拥有的是P公司的净资产 以及S公司净资产的80% 然后S公司净资产的20% 是属于少数股东投资者 这样的概念 但是呢 S公司当时所有者权益里面 它所反映的所有者呢 一个是P公司 因为P公司这样的投资了 一个是属于少数股东投资者 而真正的从合并报表角度来说 那我们应该把所有者权益 S公司抵掉 其中20%部分 转到少数股东投资者里去 叫少数股东权益 而对于合并报告主体里面 P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不应该有 因为长期股权投资 是代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 S公司资产负债都进来了 用不到它代表 所以80%部分已经进来了 进来是100% 另外的20% 这一部分净资产 实际上是用少数股东权益去对应 所以在编合并报表时 那我们要将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那所有者权益全抵了 20%部分转到少数股东权益 这样一个概念 那现在少数股东权益 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我们用的是个实体理论 可大致指导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在购买日这一天 或合并日这一天 那就有少数股东权益二十 那我们再往下看 说以后如何确定少数股东 随意少数股东权益 假定合并日为二一年一月一号 二一年度 P公司实现净利润十一千万 扣除从S公司分择的现金股利 S公司实现净利润是一百万 S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四十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现在我们看合并净利润 是母子公司的净利润放在一块 合并净利润 母公司是一千 S公司是一百 加在一块是一千一百万 那少数股东损益 是少数股东投资者 在子公司净损益中的份额 我们计算时 少数股东损益是等于 一百乘以百分之二十 二十万 然后是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那P公司自己的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 S公司净利润的百分之八十 归属于母公司 所以应该是一千 加上一百乘以百分之八十 等于一零八零 那是这个数字 那我们再看 少数股东权益 那二一年一月一号是二十 本年的子公司净资产的变动 归属于少数股东部分 那也要反映进去 那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减少 那你相应的按比例 要减少少数股东权益 所以我们看 少数股东权益的计算 购买日的时候 或者合并日是二十 那现在合并日之后 S公司实现了净利润是一百万 少数股东权益会增加数 一百乘以百分之二十 分股利分到四十 百分之二十会减少少数股东权益 所以减四十乘以百分之二十 那就是三十二 这就是关于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的计算 我们要清楚 那下面 第一个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的结果 调整为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我们现在考试的时候 还是要求合并报表层面 将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由成本法改成权益法 因为个别报表控制是成本法核算的 然后再去进行抵消 当然考试就按照这个来呗 调整分路 投资当年 被投资单位实现了盈利 那成本法没做过 权益法要做 这给补伤 所以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再投资收益 如果被投资单位发生亏损了 那当然要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嘛 成本法也没有做过 那借投资收益 再长期股权投资 那下面就有一个问题 合并报表中 长期股权投资 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时 是否考虑内部交易 按照我们合并报表准则的讲法 那这个呢 我们不管它 不管的情况之下 计算的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损益 那当然就与内部交易没有关系了 因为你不考虑内部交易 那如果说内部交易 要影响到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 我们是单独编分路 对它进行处理 是这样一种做法 所以呢 现在 由成本法改权益法时 算调整后的被投资单位净利润 只是考虑 投资十点 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只考虑这个 它和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那一块不一样 长期股权投资 算投资收益时 调整后的被投资单位净利润 是考虑内部交易的 那我们在合并报表层面 由成本法改权益法 咱就不管它 如果说内部交易 影响单独进行处理 那接下来 怎么进行处理 内部交易呢 顺流交易 它不会影响到 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 因为顺流交易 真正的利润 未实现部分 是在母公司这一别 而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 是针对于少数股东投资者的 所以少数股东投资者没管 但如果说是逆流交易 就不一样了 那未实现呢 因为它是在子公司这一别 那少数股东 就得按照比例去进行承担 这是关于逆流交易 那接下来呢 以后未实现利润实现了 当然少数股东 他也要享有 所以我们在调的过程中 你要是减少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的 比如说未实现利润 那我们减少少数股东权益 当然是借少数股东权益 减少少数股东损益 那是代际少数股东损益 是这样来做 如果说这部分未实现利润 以后实现了 我们要相应的增加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 你要是增加的时候 我们会借记少数股东损益 代少数股东权益 是这样来做 可能有的同学不大好理解 说增加少数股东损益 怎么借记少数股东损益 你要说增加少数股东权益 代少数股东权益是理解的 是这样的 我们真正编 抵消分路的时候 是借记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损益 就连出未分配利润 代方提取容易攻击 对所有者或股东分配 还有未分配利润 所以你看从这笔分路来说 少数股东损益是借法的 你要增加这个数字 就会借记少数股东损益 你要减少呢 会代记少数股东损益 那说为什么少数股东损益 我们边分路是借法 你想合并报表上 合并净利润 加在一起 减去少数股东损益 最后呢 是算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那就导致他应该是去掉的 会在借法 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第三 调整被投资单位 分派现金鼓励 那分鼓励成本法是做过分路的 当然权益法也是要做的 成本法做分路的时候 是借应收鼓励 代方代计投资收益啊 我们权益法呢 借应收鼓励 代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你由成本法改权益法 把成本法做的分路给冲了 改成权益法 那我们就代长期股权投资呗 所以借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权投资 那第四 调整子公司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假定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那这种情况 我们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其他综合收益 这也是成本法没做权益法要做的 给他补上 分路也可能是相反的 那调整子公司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我们假定所有者权益增加 那这种情况呢 调的时候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代资本攻击啊 这样来做 那下面是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我们要把它的原理掌握好了 其实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根本就不复杂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概念 就是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项目年初合并数 应该是跟上期末 对应项目的合并数保持一致 这是明确的一个问题 但是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年金额栏目的年初合并数 你不能直接去跟上年 对应项目期末数来超列 我们要按照合并报表的规则 就是母子公司个别报表数 和相加 通过编调整抵消分路 最终来计算确定 那再有一个问题要说 合并报表上所做的任何分路 包括调整分路 抵消分路 是一次性的 就是算合并数用的 不把它过入到个别企业的账簿 报表上去 所以呢 在上一年 如果编调整分路 抵消分路 影响到所有的权益项目了 那是影响到上期末 所有者权益 期末合并数了 我们要保证 本年年初 合并数跟它一致 所以上一年 影响所有者权益 的分路 我们本年要冲编 换成项目的年初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其中 对于呢 利润表上的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未分配利润栏目的项目 因为它最终都会影响到 未分配利润数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替换成 年初以分配利润 那比如说 21年度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这里涉及到 有本年金额栏目 有上年金额栏目 那对于上年金额的栏目 这一块的年初数 那你可以超列 比如说 上期期末的 它的数是多少 你就直接超下就可以了 本年金额栏目 那这个要按照 合并报表规则填列 因为上年金额 是个比较报表 本年的 这里是上年年末余格 就形成本年年初余格 这一部分 必须按合并报表规则 个别报表数字相加 通过边调整 抵消分路 最终算合并数 那比如说 未分配利润 那你现在的年初 的合并数 必须跟上期期末一致 所以上期期末 如果说要编 调整抵消分路 是影响未分配利润了 那你本年分路 必须重编 那比如我们看 如果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咱们看未分配利润 以这个威力来说明 20年底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1000 子公司是200 合计数是1200 然后在20年12月31号 有一项内部应收账款 因为应收应付要抵掉 这项应收账款 提了坏账准备 100万 那提的坏账准备呢 我们当然合并报表 要把它抵消 应收应付都没了 那提坏账当然也没有 抵消的时候 我们用报表项目 就是合并报表上编的分路啊 用报表项目 那就会做借应收账款 带信用减值损失100 因为你抵消嘛 把它冲掉 那这笔分路 带信用减值损失 你要反映到 合并报表上 最终未分配利润数字 会增加 因为这是损一类型贷房 增加未传媒利润 这样的合并数是1300 然后等到21年 年底我们再编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年初未分配利润数字 必须是1300 但是个别报表给我们的数字 母公司1000 子公司200 只有1200 我们不要认为 20年所做的分路 说过入到账簿上去了 不过账簿 就是算合并住用 一次性的 有的同学提出什么问题 说是合并日编 抵消分路 这一年 已经把应收应付抵了 说等到年底时编的话 怎么还去抵消 应收应付 没收回还抵消 你抵的是那一次 编合并报表的数 那你年底是再编合并报表 是底的年底 这个应收应付的数字 它与个别企业账簿无关 报表无关 那这样 等到21年12月31号 年初未分配利润 你要跟上期末的一致 合并数是1300 所以我们必须得编分路 那借应收账款 代方把原来的信用减值损失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要替换 换完了把它过入进来 最终合并数变成1300 因此 说上一年 合并报表上编 调长分路抵消分路 涉及损益的 你一定替换成年初一分别利润 原因是影响到了 上年末无一分别利润了 比如说 当你看我们教材上 合并报表工作低稿 有的项目 向下是划线的 那是计算出来的 有的没有划线 是根据调整解销分路 过入进去的 那你看 这里面营业成本 1100在借房 管理费用150 投资收益借房 3150 然后这些损益类型的 都会影响到 营业利润 你会看到说 在营业利润下面 发现 就把这几数加起来 那利润总额 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利润总额下面也发现 净利润跟着受影响 综合收益也有影响 当然年末未分别利润又影响 就说了年末未分别利润 所以只要是涉及损益的 编分路最终会影响到 未分别利润 年末收 这就大家明确这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就是替换这件事情 一调整以前年度 被投资单位盈亏 我们上年呢 是借记长期股强投资 在投资收益 那我要换成年出 一分别利润了 或者上年要做的分路 借长期股强投资 代年出一分别利润 那上年的年末 未分别利润也多 因为你年出 未分别利润增加 未分别利润 年末数也增加 我们本年还是要做 借长期股强投资 代年出一分别利润 我们调的时候 只看上一年就够了 的分路 你说那前年的呢 前年的在去年边分路 是已经都解决掉了 所以我们今年边的话呢 只看去年一年 那第二调整 被投资单位本年盈利 借长期股强投资 代投资收益 第三调整 被投资单位本年亏损 借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强投资 这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第四调整 被投资单位 以前年度 分派现金股利 那以前年度 分股利时 要借记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强投资 我们把投资收益 要替换 那就借记 年初一分别利润 代长期股强投资 第五调整 被投资单位 当年分派的现金股利 就是借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强投资 第六调整 子公司 以前年度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而假定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它也是所有者权益 是分路 影响所有者权益的 你才进行替换 如果不影响所有者权益 你不要管它 说上年 借记应付账款100 代应收账款100 那你所有者权益 向我没管 那你说本年 是不是我把它再编一次 你编它干什么呀 必须是影响所有者权益的 我们要保证 所有者权益这些项目 年初合并数 跟上清末一致 所以才替换 替换成年初 那其他综合收益 借长期股权 投资在其他综合收益年初 第七 调整子公司本年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假定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那就借长期股权投资 在其他综合收益本年 八 调整子公司以前年度 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说假定呢 所有者权益增加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资本公金年初 或者相反的分路 第九呢 调整子公司本年 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 所有的权益变动当年 那就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资本公金 这么个过程 下面是合并抵消处理 我们书上有这么一段话 说在合并工作底稿中 对长期股权投资 进行调整合进行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进行调整合反应 母公司的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中 所拥有份额 那这是自然的 那边所有者权益变动 你按照比例都调了 那所以享有份额 他说或者 也可以不进行 权益法调整 直接抵消 本身在实务中 有很多的一些集团 就是基于成本法 便合并报表 不用调 那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展开说了 我们现在说调完了 算出的长期股权投资 底调 调完了 确认的投资收益 也都底调 都真的遇到多余 并且显得烦 不过呢 我们考试 人家就按照这种方式考 所以成本法改权益法的做法 我们还必须得清楚 这就知道一下这个事情 那下面呢 调完之后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者权要抵消 这为什么 到资产负债表日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要抵消 我说一下 在合并日的时候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权要抵消 这个大家应该 没问题吧 我解释过 长期股权投资没有 代表被投资单位 净资产 净资产都进来了 所有者权益 我们合并报表上的 所有者权益 一块是 母公司投资者的 一块少数股东投资者的 那少数股东投资者 反映到少数股东权益 而真正子公司 那个所有者权益 我们要把它给冲掉吗 其中呢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放到少数股东权益了 那归属于 母公司那块 合并报告主体不应该有 因为真正合并报告主体的 所有者 是母公司投资者 要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那之后 只要是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 那我们在合并报表层面 把这部分呢 都调出来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合并日时 子公司资本攻击没有 我们假定先说 针对于全子子公司 合并日后 到资产负债表日 他有100 那100呢 我们分路上 合并日之后的子公司资本攻击100 当然要反应 要是全子子公司 他那边增加数 当然合并报表有 我们怎么反应他 成本法改全新法 借长期股权投资 在资本攻击100出来了 所以期末子公司 给的资本攻击没有 这就说 那到资产负债表日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期末数 要抵消 同时确认这个少数股东权益 那就是按照子公司 资产负债表日 所有者权益数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 因为少数股东权益里面 现在不让他有商业 我们现在是母公司理论 商业是母公司理论 是这样一个概念 有一个提示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 超过了少数股东 在该子公司期出所有者权益中 所享有份额 就发生超过亏损 资不抵债了 那期余额仍应当充减少数股东权益 也就是说少数股东权益可以出现负数 你要一家子公司 他就出现负的 第二个母公司 对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对方 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的抵消 那我们会借房借记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损益 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方提取盈于公司 对所有者股东分配 然后是未分配利润 又年末未分配利润 那可能有的同学会看到 第一笔分路呢 这边有一个年末未分配利润 在借房 这边呢 年末未分配利润在代房 说感觉好像说 未分配利润没底 就年末未分配利润没底消 那你这两笔分路 过入到合并报表上 确实可能 有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我也是碰到有的同学 问我这个问题 说你看啊 所有者权益期末要抵消子公司的 这怎么没底着啊 两个望着一放 好像就没底到 没没没没底着 实际上底没底底了 怎么底的 是通过抵消 未分配利润的年初数 增加数 减少数 完成的的抵消 也说过吗 那年末未分配利润 是最终算出来的 你抵消投资收益 抵消少数股东损益 这是损益的 那其实就影响到未分配利润 所有损益类型的都影响 年末未分配利润 那年初未分配利润也会影响 年末未分配利润 提盈于攻击 那这个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里面的项目 就未分配利润栏目 那里面对应有一个提评于攻击 它抵的是子公司借利润分配提取营育攻击 我们抵消是代提取营育攻击 它是减少 那对所有者股东分配 它是借利润分配 应付现金股利 代应付股利 那你把它抵了 借利润分配抵消代方 对所有者股东分配 所以你看 我们未分配利润抵了年初 抵了那个增加相当于净利润 投资抽一勺的股东水益之和 抵了减少 那最终一进步计算 就把它完成抵消了 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被合并方 在企业合并前实现的流分收益中 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 那你在合并日的时候 这个我们曾经谈到过 企业合并的一章 要把它实现的流存收益进行恢复 那这个呢 以后在编报表示 相同的数字还要恢复 因为毕竟我们成本法改权益法 是针对于合并日之后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的调整 而合并日之前的 我们并没调整 但这个数字还要反映 也说过合并报表 编分路是一次性的 因此你合并日编了 合并日之后 到资产负债表日 仍然要编这个算路 以体现这种一体化算序 所以仍然借资本攻击 带盈于攻击 为分别利润 这样来处理 第四节 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那一个呢 是非同意控制下 取得子公司 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这在企业合并里说了 用的是购买法 第二 非同意控制下 取得子公司 购买日后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这是购买日后的事情 因为非同意控制是购买法 购买法认定购买日的供允价值 以后都是按照购买日供允价值 持续计算金额来进行反应的 我们不要说在资产负债表日 还是认定这个时刻的供允 将子公司资产负债 由账面调到供允 购买日时 是由账面调到供允 购买日之后 是按照购买日供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金额反应 那我们看一下这段文字 说对于 非同意控制下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 应当根据母公司 在购买日设置的 备查簿中登记的 该子公司有关 可辨认资产负债的供允价值 对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持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 反应为在 购买日供允价值基础上 确定的可辨认资产负债等 在本期资产负债表日应有金额 那就是按照购买日供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金额 我们通过数字说一下 说被购买方有一项固定资产 用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无残值 预计上科使用年限为十年 购买日是21年的1月1号 那购买日这一天 假定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100 公允价值是300 购买日 如果编和平报表 我们应该把这项固定资产 由100调到300 由账面调到公允 那21年底这项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因为提了一年折旧提10万 所以它应该是90 那如果说在21年底 这项固定资产值500万了 是不是有90调到500 不是 以后不再说由账面调到公允 公允认一次性就认购买日 那以后调到按购买日 公允价值持续计算金额 那你认定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300 一年提折就提30 所以我们要调到2007 这2007就是 按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那等到22年底 个别报表上所反映的 这项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是80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提一年 折据案30算 所以要调到240 是这样的概念 大家要清楚 那如果再一年的话 比如说23年12月31号 账面价值70了 这边调到多少呢 200亿 就这样来处理 我们看调整分路 比如以固定资产为例 假定固定资产 供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 我们调的时候呢 反映到资本攻击的需要 如果借固定资产 带资本攻击 然后借资本攻击 带地银所得税负债 当然也说过 这个资本攻击 最终是要被抵消掉的 那当年按供允价值 要补替折旧 比如我们前面那个例子 要补替20 那再借记管理费用 带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报表项目叫固定资产 补完折旧 那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就会转回了 提折旧 借管理费用 那地银所得税负债 对应的就是所得税费用 就是暂时性差异的变化 影响利润总额的 地银所得税资产负债 对应的是所得税费用 你就不要做资本攻击 我们从那个数据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购买日 那账面价值是100 公允价值300 我们讲的账面价值 是跟计划基础一样 它会形成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是200 那等到一年底就变成180 它就乱回转了 所以转的时候 借地银所得税负债 那贷方所得税费用 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要替换 借固定资产 带资本攻击年初 那资本攻击所有者权益 换成年初 那借资本攻击年初 带地银所得税负债 那我们上一年的当时 借记管理费用 要换成年初 为分别利润 此一类型一定要这样替换 然后上一年的借地银所得税负债 带所得税费用 要换成年初为分别利润 不替换就没有办法保证 年初为分别利润 合并数跟上期末 为分别利润保持一致 这概念要清楚 然后再考虑当年的 说先替换上一年的 我们再考虑当年 当年补替折旧 再借记管理费用 贷用贷用贷用资产 那一补替折旧 应纳税暂时净差 又发生了转回 转回借地银所得税负债费用 所得税费用 就这样来处理 那第二 长期股权投资 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原理是和前面所说的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再次说一下 说调整分路计算投资收益时 只考虑被投资单位资产 负债供应价值与账面价值差额 对当期随着影响 你不要考虑内部交易影响 理论上说 我考虑内部交易影响的话 一次性的算出少数股东 随于少数股东权益是可以的 但是只能考虑内流交易 顺流交易不行 那下面第三 合并抵消的处理 一个是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消 那同样的 要将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数都抵消 我们代方代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当然是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之后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数字 然后代方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就是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我们编分路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加起来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那最终挤商与 再借房 考试时很多题目都是 先是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控制 比如说发行权益性证件取得 然后编制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分路 然后再算商与 之后再编抵消分路 那我们一般的做法是 你把这些期末数算出来 所有者权益等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改 权益法数字有了 之后呢 少数股东权益就是按照 抵消分路中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合计数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来计算 最终挤商与 如果挤商与跟计算的商与一样 那你就感觉可能这笔分路 石油八九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不一致 很可能某个地方出现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会结合 二一年考试的题目 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同时也会说 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 母公司对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持有对方长期股权投资的 投资收益抵消 实际上这批抵消分路 是对年末未分配利润 如何抵消的说明 也跟大家谈到了 这一块的未分配利润 和这里的未分配利润是一个数 那这两个过如到合并报表 工作地高对冲了 但是你抵消年初未分配利润 抵消未分配利润增加 就投资收益少数股东损益 抵消未分配利润减少 也就是提取营育攻击 对所有者股东分配 最终通过计算 完成了年末未分配利润的抵消 说抵消会划线 那是抵消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 17年的多选题 16年甲公司 所属企业集团内 各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 或事项中 不考虑其他因素 会引起甲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的权益金额减少的有 这就说 是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金额减少的有 A 2月3日 甲公司向其控股 60%的子公司 乙公司 捐赠货币资金3000万 那向子公司捐赠货币资金3000万 你母公司个别报表上 货币资金减少3000 子公司是增加3000 但是这3000里面有一部分 要放到少数股东权益里去 因为毕竟 60%是投资 你这边没问题 但是40%是少数股东权益 那这样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就会减少 那如果是100%投资 没问题 没有变化 但是不是100%的 因为这部分钱有一部分 是反映到少数股东权益里去了 我们再看币 12月31日 甲公司的子公司丁公司 持有的 作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倾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 相对年初下降1200万 那也就是说 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减少了 那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你别管是权资的 非权资的 肯定他的所有者权益会减少 这也没问题 我们再看C 8月20日 甲公司的子公司 物公司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十股转增三股 那子公司这一边的所有者权益总数没变 那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也不会有变化 我们再看D 9月10日 甲公司控股 70%子公司 是丙公司 向所有股东 按持股比例派发一亿元的股票鼓励 那派发这个股票鼓励 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也是没有发生变化 那当然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也没有变化 所以这个A和B是正确 我们接下来再看 2011年改编的一个题目 甲公司 某零年1月1日 购入乙公司80%股权 能够对乙公司的财务和经营 政策实施控制 除乙公司卖 甲公司无其他子公司 某零年度 乙公司按照购买日可 辨认净资产供允价值为基础 计算实现的净利润为2000万元 无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某零年末 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 少数股东权益为825万元 某一年度 已公司按购买日可 辩认净资产供允价值为基础 计算的净亏损为5000万元 无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某一年末 甲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所有者权益总额 为8500万元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某零年度和某一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列报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某一年度少数股东损益为零 那少数股东损益是少数股东投资者在当年子公司净损益中的份额 我们看这个题目 某一年度 已公司按购买日可辩认净资产供允价值为基础 计算的净亏损是5000 那20%部分 你要确认的少数股东损益 所以要确认少数股东损益应该是负的1000 不是零 亏损5000啊 乘以20% 负的1000 B呢 某零年度少数股东损益400万 再看某零年度 已公司按照购买日可辩认净资产供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的净利润是2000 我们这题里没有涉及内部交易的问题 你别管他了 所以2000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20% 这个400是没有问题的 那再看选项C 某一年12月31日 少数股东权益为零 那某一年底少数股东权益怎么算 体里告诉了某零年末的少数股东权益825 那你在某一年子公司所有的权益变动 少数股东损益某零年度是400万已经说过了 某一年的少数股东损益负的1000也讲过了 那B正确A就不对 那某一年12月31日少数股东权益 年初的825减去当年的变动减少数 没有别的 所以5000乘以20% 负的175C就不对 D呢某一年12月31日 股东权益总额为5925 股东权益总额是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你再加上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再加上少数股东权益 那体里面 某一年末 甲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所有者权益总额8500 还要把什么 把购买日之后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不能考虑进来 这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而有一个问题要进行说明 在计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时候 购买日 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数 不要去管它 购买日之后 它的所有者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部分才能考虑进来 购买日的时候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所有者权益要对冲 这已经给大家钱过 强调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题呢 购买日那一天 虽然没有给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给的话你也不能用 你算少数股东 权益是有的 但是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不要考虑购买日的 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比如这个题目 某龄年末 少数股东权益是825 因为某龄年 他子公司只实现利润2000万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是400 2000乘以20% 所以在年初的时候 那少数股东权益应该要确认的是425 那显然 子公司是有所有的权益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看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就应该是8500 加上购买日之后的 某龄年实现净利润2000 某龄年亏存5000 别的不管 乘以80%持股比例 这是6100 那股东权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权益6100 少数股东权益 是负的175 所以我们加上负的175 等于5925 那D就正确了 这个题目 B和D是正确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 19年综合题的一部分 甲公司相关年度 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其他有关资料 第一 合并日 丙公司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其在一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 账面价值相同 那第二呢 甲公司和丙公司 均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不计题任意盈余攻击 第三呢 本体不考虑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要求一 若根据资料一 判断甲公司合并 丙公司的类型 说明理由 计算甲公司对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并编制相关会计翻录 编制 合并日甲公司合并丙公司的底销分路 那第二呢 根据账书资料 编制甲公司某八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的调整和底销分路 我们看一 某八年一月一日 甲公司以发行四千万股普通股 每股面制一块钱为对价 这是从控股股东 乙公司处 购买期持有的丙公司 百分之七十股权 那这肯定是同意控制 因为从控股股东处买 当时甲公司 所发行股份的供应价值 每股是七块钱 丙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 是两亿两千万 其中的股本是两千 资本供给八千 盈余供给八千 未分的利润四千 另外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 中介机构费用一切 甲公司当时对丙公司的 董事会进行改选 改选后 能够控制丙公司的相关活动 那同意控制 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 你要是这个公司 是集团别人以前从外边买的 那应该体现的是 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份额 那当然我们这题里说了 合并日 丙公司个别报表中 自然负债账面价值 与在合并报表中 账面价值相同 那他就给了一个 比如这里面 所有者权益数 两亿两千万 那如果是给两个 一个是属于 子公司自己本身 账面所有者权益 另外一个 是说集团别人 控制这家公司 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 你要选 合并报表中 账面所有者权益 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第二 毛八年度 丙公司实现净利润三千万 因持有金融资产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六百 那么 毛八年12月31日 丙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 为两亿五千六百万 其中呢 股本两千 资本公积八千 其他综合收益六百 盈余公积八千三 为分别利润六千七 所以看答案 一 甲公司从控股股东处 购买丙公司百分之七十股权 能够对丙公司实施控制 所以 该项合并 是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理由呢 甲公司和丙公司合并 前后均受以公司控制 且非暂时性的 因此甲公司取得丙公司股权 属于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那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份额加商 那我们这里面呢 就是 两亿两千万乘百分之七十 没有商业 那等于15400 不是发行全益性政权的公寓 这是同意控制 不是非同意控制 所以我们看会计翻路 那借房借记长期股权投资15400 贷股本呢 每股一块钱 因为发行股票四千万股 贷股本四千 差额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然后呢 我们看题目里面告诉的 涉及的 用银行存款支付中介机构费用一千 那直接相关费用呢 要把它记录到管理费用 那借记管理费用带银行存款 如果涉及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发行费用 是要充资本公寓股本一价 那再看合并日的抵消贩路 那这就比较简单了 合并日这一天的股本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未分别利润都给了 我们把它抵消 贷房长期股权投资15400 然后呢 由于它的账面所有的权益数两亿两千万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百分之三十 乘以百分之三十 那带少数股东权益 六千六 然后给的合并日时 盈余攻击呢 是八千乘以百分之七十 我们公司持股比例 要把它给转回了 就是你抵消的这个 百分之七十部分要转回了 未分别利润给的四千乘以百分之七十转回了 那同意控制什么 一体化存育 所以借资本攻击 八千字带盈余攻击五千六 未分别利润二千八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资产负债表日 由成本法改成权益法 那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利润三千万 我们乘以百分之七十 那借长期股强投资两千亿 带投资收益两千亿 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六百 六百乘以百分之七十 那借长期股强投资四百二 带其他综合收益四百二 那接下来到某八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日 那股本的期末数两千 资本攻击是八千 其他综合收益 那期末会有六百 当然我们题目里面 已经告诉了 这些数字 资本攻击也没有调的问题 未分别利润没有变的问题 你直接可以拿过来抵消 就说盈余攻击八千三 未分别利润六千七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成本15400 成本发改权益法 确认被投资单位 实现利润调增长期股强投资两千亿 其他综合收益调增长期股强投资 都加起来 一七九二零 那然后把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资本攻击盈余攻击 其他综合收益未分别人加起来 乘以百分之三十 那是7680 那这题没设计商誉 其实你倒计商誉 那这些本来也没有设计 所以这个呢 是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 借记投资收益两千亿 少数股东损益 那应该是实现利润三千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百分之三十 所以少数股东损益九百 那年初为分别利润四千 代方提取盈余攻击三百 提到三百 那为分别利润数六千七 这就是母公司投资收益 子公司利润分配的抵消 然后要把合并日 当时恢复的留存收益数 这个分路还要贬 只恢复合并日的 所以仍然借资本攻击八千字 带盈余攻击五千六 为分别利润两千八 就是合并日的分路 好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